来看到新北市三峡载书庙 庆祝创建245周年重修落成 并举办安座仪式 将主神玄天上帝迎回庙内 不只众多信徒到场来参与 前总统马英九也来共襄圣举 祈福国泰民安 前总统马英九到三峡载书庙 参与重修落成以及安座仪式 同时庆祝创建245周年的纪念日 许多名代纷纷到场参与 如此大征仗就能看出 宰书庙在三峡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这个庙是三峡历史最悠久的寺庙 它有200多年 而且最特别的是200多年来 只有重修没有重建 它保持的是我们台湾 开墾时期的寺庙原始的形态 每年最热闹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普渡中元节的时候 它会在三峡河放水灯 那是我们三峡在地 特别是老三峡最重要的盛世之一 因此就是我们整个老三峡 不只有祖师庙还有老街 还有我们的宰书庙 其实这个对我们老三峡 或是未来我们三峡观光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三峡宰书庙创建于清朝浅隆42年 也就是西元1777年 在民国103年列为设定古蹟 而前总统马英九会特别请来参与 原来是有一段渊源 像他之前只要我来三峡 除了到祖师庙 也会到宰书庙来烧香 因为宰书庙主是玄天上帝 在明朝开始 他就是一个护国神 所以他的神格也高 那马总统也虔诚 在树苗不仅对三峡来说 有特别的意义 同时也是土城树林以及英哥的重要信仰中心 如今重修完成 将继续记录历史 见证三峡的发展 海忠援奔赞 莱笔 海忠援奔赞 committee 许可 heut 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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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